眾所周知,大陸餐廳的排隊情況都很誇張 有些很受歡迎的餐廳 到星期五、六日,甚至要排三至四小時才能進去 不過有很多這些餐廳都不允許卸位 而是只能乖乖當日才拿醜 那怎樣才能節省時間,不用等太久呢? 今天就來和大家解答這個問題 順便說一些不想賺錢的小提示 其實大陸有不少餐廳都可以給大家先在網上提早拿醜 然後繼續在附近玩,等到差不多到你那時候才過來餐廳 網上拿醜的方法通常有以下三個 一,在WeChat或者大陸版支付寶搜尋未未不用等 打開它的小程序,再在裡面搜尋那一間餐廳名 按進去餐廳頁面,在排隊那裡就可以拿醜 二,有些餐廳是可以在大眾點坪裡面拿醜 如果有的話,在餐廳頁面裡面的這個位置 就會有排隊的選項 三,有些餐廳是要用它自己的小程式來拿醜 照舊在WeChat或者大陸版支付寶搜尋餐名 打開它的小程序 通常在首頁上就會見到排號粒掣 另外有小部分餐廳是要有大陸電話號碼才可以拿醜 不過我就發現其實很多時候 我亂填電話號碼進去 仍然都可以拿到的 而通常這餐廳只會提供 上述其中一種方法給大家拿醜 提到大家,並不是所有餐廳 都可以在網上提早拿醜 有一些都是需要你親自過來現場拿 不過大陸絕大部分的餐廳都是容許醜 就算過了日 你來到那時 只要和負責派醜的店員說回 他就會安排三台之後的桌子給你 所以你就可以在下午當那些餐廳開始派醜那時 就過來拿一個小號碼的醜號先 然後不用理它,照舊在附近玩 到真的想吃那時才回去餐廳 就只需要等三台就可以了 提到大家,剛才提到的在網上拿的醜號 通常也會有過號信言三桌的做法 所以如果你不太趕時間 都可以考慮遲少少先去餐廳 但始終每間餐廳都有不同的做法 極少數超受歡迎的餐廳 不僅僅可以在現場拿醜 過了號還要不算數 那些你就真是唯有乖乖地在那裡等 拿醜等位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些餐廳為了感謝顧客耐心等待 會說等幾多分鐘就會送不同對應的菜品 遇著這些餐廳我通常都不會訂位 而是選擇當日提早拿醜就算數 當然有些朋友都是比較喜歡訂桌 覺得會穩陣一些 和可以坐到一些比較好的位置 那麼大陸的餐廳可以怎麼訂桌呢? 照舊並不是所有餐廳都可以訂桌 不過有的話常見都有三種方法 一是直接打電話去 而電話是可以在大眾點評的餐廳額面找得到 二透過大眾點評餐廳額面的訂座功能 三餐廳自己的小程式 不過提提大家 有些餐廳訂桌是要收街服務費的 訂之前最好先問清楚 另外想知道哪些餐廳在大眾點評上面 有得拿醜或訂桌都不用逐間按進去那麼麻煩 例如我今天想吃牛肉火鍋 搜尋完牛肉火鍋出來的一個清單裡面 假如餐廳名旁邊有個牌子代表有得拿醜 而有個訂字代表有得訂桌 在繼續講一些不想找食提示之前 先來和大家回報一下小弟近排的東西 細心的朋友應該都會發現 小弟過去這個月是沒怎麼出片的 其實是因為在搞一個神秘的大project 相信我在下一個月都要投入不少精力下去搞 所以就要和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來近這段時間出片的頻率都會比較低 雖然這個project暫時不能透露給大家 不過我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陣子正在搞的其他相對沒那麼大的project 在來近復活節假期的第一日 逆職是下星期五3月29號 我就會聯同位於上梅林地鐵站上過的翠月會 在上場的中庭位置舉辦滑伏活蛋的沙龍 一共會有兩場的分別是下午的1.9和3.9舉行 除了有得玩一下滑伏活蛋之外 我亦都會和大家玩一下遊戲 當然都會有幸運大抽獎 而且今次活動還要是費用全面 只拿一張報名券就可以成功報名 想拿的話就可以去AlipHK的Alipapers Rewards 按左上角切換地區去到中國內地 錄到下面在獨家精選入面就可以找到報名券 提提大家不同場次是會有不同的報名券 小心不要拿錯 還有時間開始而還有空位的話 我們會開放給現場人士Walking參加 所以麻煩大家不要遲到 另外由3月29號至5月5號 我聯同卓越集團其中四個商場 除了卓越會還有福田和前海卓越煙攤 以及江峽北的深圳之眼西區 搞了個復活節和集福卡好禮止活動 活動期間只要在任一商場內 作任何消費並且積分 就可以憑小票去回頭三個商場的克服台 或者深圳之眼西區的書與咖啡 換領導一張印了我個西多士公仔的祝福卡一張 總共有六款基本款和一款馬能卡 每款除了印了不同造型的西多士公仔之外 還有我想跟大家說的祝福語 而集齊三至六款牌面不重複的卡 就可以換領到對應的禮品 有機會拿到米加金樂窗 或者高速電風筒一個 另外單日單商場累計消費滿699元 或者關注卓越商業的小紅書 和數碼入社群 還可以額外獲得一次抽卡的機會 加快集齊整套的機率 再提一提大家 其實大陸絕大部分的餐廳 都是不介意大家 帶外面的野食或者野飲 進來餐廳那裡享用 而如果是小部分介意的餐廳 亦都會在當眼處那裡 帶大隻字寫到明是不准帶外食進入 所以我自己都幾喜歡去到一間餐廳吃東西 然後叫外面的野飲來飲 如果你進來餐廳才想起 忘記了外面的野飲進來飲 那怎麼辦呢 其實假如你不介意給多一點錢的話 你是不需要特地走出去外面的茶飲店 落單再帶回來 更加聰明一點的做法就是叫外賣 叫他送過來 你可以選擇把餐廳設定為外賣的落單地址 然後當外賣小哥送過來之後 他就會打電話給你 叫你出去餐廳門口拿 如果有些聰明一點的話 甚至會走到進來餐廳裡 還會遞給你 而我剛才說的 加多一點點錢就真的很少 譬如我剛剛點了兩杯酸奶 竟然是完全不用任何配送費 只是需要給兩元雞包裝費 只是需要多給兩元雞 但是就免確了你要走出走入這麼麻煩 所以我都真的幾喜歡 進去一間餐廳才慢慢去叫這些野飲外賣 建議大家在餐廳裡享用完外帶的野飲 野飲之後就最好自己拿走那些垃圾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說過 大陸搞得最成功的食品網站就是大眾點評 而這個APP背後是有一個方法 它會為一些餐廳評定分數的 當你打開這個APP之後 那越高分的餐廳就自然 它的名次就會相對延排得比較前些 而一些連鎖餐廳為了令到這個排名可以高一些 通常都會鼓勵客人幫忙在大眾點評上面 收藏和打卡它這間餐廳 然後往往就會送一些比較細份的菜品 那譬如這間東南亞餐廳就送一個椰汁味的斑蘭啫喱 只要你開大眾點評這間餐廳的頁面 按右上角的聲聲 再按左下角打卡的按鈕 然後叫一個店員過來 就可以順利兌換到這份菜品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懂怎樣按的話 甚至可以叫店員幫你手按 這些優惠活動基本上所有連鎖餐廳都是會提供的 有些就會選擇在桌上一些當眼位置到展示 有些甚至是你坐下來之後 就會立即問你想不想收藏打卡 就會送些什麼給你 有些餐廳甚至會更進一步 會問你想不想幫它寫一個五星好評 然後就可能會整張單打字 又或者提供一份更加大份的免費菜品 不過我之前都有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其實我不是太認同一些餐廳透過一些免費的菜品 或者一些折頭來叫人幫他寫一個五星好評 所以我就不是太建議大家這樣做 我甚至試過遇過有些餐廳 是狼死的會走過來搶我的電話 說幫我寫這個五星好評 幸好我的手機設定是蒼蠍輸入法 它完全不懂得用 所以才可以逃過一劫的 再順帶一提 餐廳的這些Tissue通常都是要另外收費的 如果不想要的話 其實可以在買單的時候拿去收銀台 跟他說退回去 又或者直接在美團上面買過一些套餐 因為通常都是會爆紙巾的收費的 最後再提提大家 由於現在大陸絕大部分的餐廳 都是要顧客自己用手機掃桌面的QR Code來落單 餐廳為了方便一些 手機突然之間上不到網的客人都可以順利落單 所以其實絕大部分的餐廳 都是會提供一些免費的Wi-Fi 有些餐廳甚至會把Wi-Fi密碼寫在餐廳的多眼處 甚至是每台的桌面 而就算沒有寫都好 你也可以問店員這裡的Wi-Fi密碼到底是什麼 而其實我也發現 有不少大陸餐廳會把Wi-Fi密碼設定為8.8 因此就算你是很害羞 不敢問店員的Wi-Fi密碼是什麼 你不妨試一下是不是8.8 分分鐘就是這個密碼 好 今集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